大家好 虽然在这段期间 我们不可以面对面去到接触 但我们很想借着不同的平台 继续保持联系 所以欢迎你来到 齐来灵修2分钟 每一天我们会用不同的经文 去和大家一起分享 并且给予此鼓励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 一段经文是来自 诗篇112篇第7节 《圣经》这样说 他必不因坏消息惧怕 他的心坚定 以靠耶和华 我相信在过往这9个月 10个月里面 不管在香港 甚至近这几个月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全球 我们不停每一天打开 新闻或者电视机 我们都会收到很多不同的坏消息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真的很想像这个诗人那样 他听到什么坏消息 听到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他心都能够坚定 并且倚靠耶和华 他不会动摇 他不会害怕 他为什么可以是这样 在诗篇112篇 如果你看完全章 你会明白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样说 他说 他说 甚至爱他命令的 这人是有福 然后他说 他的后裔 甚至乎他的后裔 都是蒙福的 这里说 一个敬畏神的人 并且跟随他命令 意思是什么 一个愿意听神话 一个愿意跟着耶稣的人 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 我养了两只猫 有其中一只猫 他四个月大 他已经来到这个家 他很有趣 他很喜欢跟着我走出走入 昨天发生了一些事 令到我也有点意外和惊喜 我就拿着做家务 我拿着一些衣架 当这些衣架 掉在地上的时候 一声 如果有一只正常的动物 来说他们会怎样 就立即走开 散开了 但不是 我看在地上 我只猫仍然坐在我身边 他是没有动过 怕到不怕 他让我看见一件事 他很信任我 就好像这个私人 他面对什么事都好 他听到什么坏消息都好 他的心都是坚定 他都是依靠神 所以今天你是怎样的 你听到坏消息 你的反应又会是怎样 我盼望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确实是的 特别在这些黑暗 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 我盼望 因为我们有神的光 我们更加能够坚韧 我们更加能够度过 和抵挡 所以我的祷告是 真的在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是真理的圣灵 它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以致我们面对什么消息都好 我们能够有一个合议的回应 更加最后 不单止我们听到坏消息 我们不惧怕 我们更加成为一班 带好消息的 给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在这段时间 让我们确实是 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让我们是谨慎 而不是紧张 好吗 我们一起有一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 因为你是满有慈爱的上帝 多谢你 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 我们都不需要害怕 主我们说 今天我们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 主你确实是我们的保障 你是我们的保护 你是我们的盾牌 你是我们的山寨 你是我们的高台 我们愿意我们的心 就这样坚韩在你的里面 以至我们面对什么的境况 我们都不自动摇 主我们更加充满 着有从你而来的能力 我们成为一个的见证 我们多谢你 愿你就是这样 似乎带领 引导我们每一天 听我们的祈祷 在奉靠主耶稣 得圣名字祈求 阿们 好 我们明天继续齐来灵修 两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